这里是可以享受动手乐趣的圣经工艺室 绳索赐的全副军装 真理的腰带 工艺的护心剑 信心的盾牌 旧温的头盔 圣灵的宝剑 胜过世界的五种武器 记录在以福所述六章 今天我们就来折圣灵的宝剑吧 准备的东西有材质四张和剑 胶棒 首先来折黑色的刀刃吧 把两张纸重叠在一起对折一次 然后再对折一次 像这样折出三角形 然后再把上下两个角向中间折起 这时将两张纸分开以后 在其中一边粘上胶属后 就这样粘上去 接着将下面向中间折起来 转一下方向 把下面的部分对整中线折起来 然后把下面的部分像这样再折起来 之后对整中线向上折出三角形 把里面涂上胶水 结结实实地粘起来 刀刀刀刃就这样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做刀柄吧 将一张材质连续对折两次 打开以后对整中线将四个角折起来 将下面的部分对折出冰淇淋形状 上面的部分向下对折一半 两边的部分向中间折出冰淇淋形状 下面的部分也向上折起来 在里面涂上胶水以后和刀刃连接起来 最后把一张材质向中线对折 然后再进行一次上下对折 下面的部分像这样以中线向下角折出三角形 剩下上面的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折 打开以后向里面按出三角形 剩下的部分也用同样的方法折一下吧 两边的部分对折之后 再把上下两边的部分也都折起来 能看到两边尖的部分吧 两边尖的部分折到二分之一处后 打开之后再折到二分之一处 在里面涂上胶水结结实实地粘起来 然后向后折一半之后 在中间处用剪刀稍微剪一下 咔嚓 然后把今天的小重点 就是把刀刃下面的部分插进去 圣灵的宝剑完成了 小朋友们 大家得要做凭着信心 得胜的主的小朋友哦